贺西宁 贺西宁 一场说不定真的可以赢啊 贺西宁 今天一场比赛的得分 已经快追上本赛季之前所有场次的总和了 今天拿下26分 前面的四场比赛 贺西宁一共才得了24分球 恐怕也是有点出乎他自己的准备的 整体上来你就感觉身体并没有太充分 在被抗的时候 贺西宁已经封到指尖了 贺西宁也抬势投进 贺西宁这样开局两头中一 我们看整体整个深圳队的板动机还是比较轻松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 这个球给到小川其实出机会了 看今天小川到现在两头没有送 这边贺西宁扛着炸药包造成了林初豪的犯规 贺西宁身板还是够好的 没有林初豪进了一个 对 这就是我们说的他们比较吃三分手感 这边贺西宁再造犯规上网线 这球吹谁啊 这小川吧 之后又有一个人可以给他去喂一些这种球了 哎呀 邱天这个球没必要啊 对 这个球 你看林初豪也是在和邱天说 这个球你没有必要过来补这一下 和邱天上场比赛青岛队已经有完全不管白浩天在三分线外的这个表现在好球 这球传的票了 是 贺西宁给的应该是 贺西宁今天恐怕他的时间板会比较长 哦 杨林一 今天杨林一和贺西宁啊都在三分线外能有所斩获 有点大呀 拜克斯的这一下铺击啊还是有影响的 赛青岛队其实不太善于去做球啊 但是贺西宁给赛青岛队没关系啊 他就当终结点呢 是 以德抱怨啊 哎呦 贺西宁 这个陪着他回通道了啊 是 今天还好呀 一个犯规而已 到目前为止也没领过记录犯规 贺西宁 想找汉密尔顿 没敲上 李某豪的防守高度给了有所很大的干扰 传出来贺西宁 定点 反超比分的三分来自贺西宁 陈阵队半灯西全体起立 这比赛就像我们之前说 提供进攻的机会有限 贺西宁 哎呦 贺西宁啊 这一截上来之后得了11分 好球 贺西宁 抛头啊 我一直说整个国内的后卫线啊 能够熟练掌握抛头的 20分了 明算是其中之一 走啊 贺西宁 厉害 贺西宁23分 目前为止的全队第二高分 也是 这个埃尼斯啊 一看对面上双坛啊 我赶紧给换一个 贺西宁 贺西宁 一上 说不定真的可以赢啊 贺西宁 今天一场比赛的得分 已经快追上本赛季之前 所有场次的总和了 今天拿下26分 前面的四场比赛 贺西宁一共才得了24分球 今天三分球啊 十一中六啊 这就是 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国奥队的队长 嗯 从 当时在北控啊 北控其实说我们能不能再租 贺西宁一段时间 谢谢